往生 是不是真的往生的一個 判斷的一個方法 這跟現在西醫的概念其實差蠻多的 那個方法很簡單 我們現在判斷就是判老死才叫我們 有沒有過世嘛 所以我們一個方法就是 他躺在以前 以前那個什麼老死的概念 他怎麼判斷一個方法 你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手往後插下去 插到他背部 摸他的病門穴是不是還溫溫熱熱的 如果說他感覺他沒有生命迹象 背部的病門穴有點溫溫熱熱 這個人還有救 這是真的 所以當你整個 整個如果說那個 往生的話他自己基督派病 所以這個病人有時候可能差不下去 除了剛剛講的那個腰椎太硬的人 太實人意外以外 這是一種判斷的方法 這蠻有意思 但是這個病門穴來講 也算是人體的 中醫長很亮的一個部分的來源 所以其實有的痛經的人 像現在女生很多喜歡吃冰的 會痛經 那痛經的話 其實你可以就是 是不是已經來的時候用熱膚 熱膚你的那個下肚 可是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我覺得很不錯 就是你用那個熱膚袋 有暖包 你熱膚的硬門穴 這在脊椎就是兩肚子 是肚子的正後方 硬門穴的話 熱膚效率效果 有時候會比你在下肚部這邊 熱膚效果好 然後你看現在大家 很多人就是穿那種 露層溝的那種褲子很低 然後肚臂就露出來 當然我們講這個是不是很愛眼 不是說愛眼 就是說看起來就是 但基本上呢 就是說我們在 在這樣的 如果說這個衣服這邊露出來的話 肚臍吹到風的話 其實很容易複複瘦 所以這種長期的話 長期的話會導致那個會長不好 另外來講到 他後面這邊會受寒 受寒這個地方呢 他是管我們所謂的 子宮卵巢生殖系統 所以你如果這邊受寒的人 你會發現 他穿那種就是 那個褲子比較低腰的 他這邊其實會長很容易痛進 然後另外一個 叫大家保養的方法就是說 如果說那個小便不利 大便搭不出來的人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我們從中醫長 這邊很多穴道 你從這邊可以輕輕地敲 敲你的那個所謂的 見錘 然後甚至呢 或者是說 你去拍 拍後面 或是這樣戳螺 這個方式的話 可以讓你的這個 這邊的所謂的 經過氣血比較痛 那這邊如果小便 想不出來了 這樣戳螺其實是有用的 然後另外再跟大家講一個就是 呃 一個按摩穴道就是 所謂的那個 用拳穴 那用拳穴就是在這邊這個兩個肉 這個凹心的地方 大概從這邊過來到這邊為止 上面這邊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後呢 其實現在也會有說不少 或者說講一個方式就是 你可以用講心身 如果用心身部教來講 的話是說 你可以常常按摩你的那個手 用手按摩 比如說你的左手的那個掌心 掌心那是勞工穴 是屬於心的部分 是屬於心活 然後呢 你去按摩對側的那個腳掌的有拳穴 這樣摩擦按摩 所以有點像中醫講 所謂的心 讓它心腎相交 所以讓你的心神沉澱下來 也會比較好睡 那就是古書上所講的一個方法 他常常按摩的話 他那個整個腳的話 整個腳就會很清爽 就是腳會比較有力 那他這邊舉了一個疑案就是說 常常按摩那個腳底的好處 本來不能走不能跪拜 後來按摩完之後 不過這要實際 我們在做所有的方法 最好是都自己拿 因為我們人體自己的能量系統 所以最好是自己做 自己做永遠會比別人做好 所以其實 嚴格來講 我不太建議大家 常去給人家按摩 因為按摩會有很多問題 這個問題可大可小 這麼講 我有幾個患者 他試那個 後面要做按摩的工作 我問他們幾句話說 你坐幾個月兩三個下來 身體感覺怎麼樣 人很累很疲勞 其實你在幫人家按摩的時候 你的身體能量整個會打量的耗損 這個耗損會讓你說不出來難過 你去檢查檢查不出來 我們人體這個東西 肉體是很實在 不是做這個肢體 我們剛剛講 這部講比較肉體的部分 其他部分以後很多東西 以後有機會再講 那這個肉體的部分 講完之後 這個肉體的部分 只是說好像他付出的勞力 可是他的能量器 一直耗著 另外一個比較麻煩 就是因為他們接觸的客人很多 所以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就是所謂的那個 硬氣的問題 因為被做的有很多毛病 他其實會有肥膏 那這個是實在化 但是有時候如果說 我有做這道 也可能可以 真的良心建議 因為對身體的損耗是很大的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是我的按摩腎臟 我們叫腎疏血 就是這個 所以平常可以這樣搓你的腰 保養你的腰 保養你的腰 那這樣的話 對你的腰的保養的話 其實是中醫小的就是可以補腎 所以對這個來講 對他保養腎臟的方法 也是蠻有用的 這平常就可以做了 然後我想再最後再講一個 一個比較大家常見的 就是所謂的那個 看見了眼睛會痠色疼痛 那這個方式 我教大家一個比較好的方法